同心协力 共赢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 2023年11月16日 旧金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各位工商界代表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很高兴一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多年前我曾到访旧金山 这座美丽城市的开放 包容 创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30年前 面对冷战结束后 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 历史之问 时代之问 亚太地区领导人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 召开了首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一致同意超越集团对抗 零和博弈的旧思维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致力于共建一个活力 和谐 繁荣的亚太大家庭 这一重大决定 推动亚太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岛 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 亚太合作的非凡历程带给我们许多深刻启示 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 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 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 而不是对立对抗 以临为赫 小院高强 我们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共同制定了贸无目标和布特拉加亚愿景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过去三十年 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至5%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七成 共同发展是亚太合作的总目标 发展是亚太地区永恒的主题 我们始终聚焦发展 不断深化经济技术合作 增强发展中成员自主发展能力 我们共同开创了自主自愿 协商一致 循序渐进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 尊重各成员发展权 过去三十年 亚太地区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要多 十亿人口成功脱贫 为人类进步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求同随意是亚太合作的好做法 亚太地区经济体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不同 在亚太地区推进合作不能要求整齐华一 只能走求同随意的路子 过去三十年 我们妥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 维护了亚太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靠的就是谋大事 雇大局 弘扬和而不同 和中共计的伙伴精神 不断将成员多样性 转化为合作动力 优势互补 携手共计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不稳定 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 亚太合作下一个三十年将走向何方 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之问 万物得其本者生 百事得其道者成 我们要秉持亚太经合组织初心 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推动亚太合作再出发 旧金山市联合国宪章 签署地 寄托着各国人民 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和平来之不易 发展任重道远 我们要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之道 维护亚太繁荣稳定 亚太不能也不应该沦为地缘博弈的决斗场 更不能搞新冷战和阵营对抗 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 唯有合作才能发展 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 搞脱钩锻炼对谁都没好处 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坚定不移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尊重经济规律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促进各国经济联动融通 加强相关区域经贸协定和发展战略对接 打造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亚太经济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 我们要着眼长远 把握机遇 城市而上 推进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发展 共同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要携手完善全球科技治理 强化科技创新 对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营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十年前 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亚太经合组织制定的布特拉加亚愿景 明确提出2040年建成亚太共同体 为亚太合作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 针对全球迫切需要 我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旨在推动各方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增进全人类福祉 中方愿同亚太各方一道 推进落实这些倡议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 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 正如工商界朋友所言 中国已经成为最佳投资目的地的代名词 下一个中国 还是中国 欢迎各国工商界朋友们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 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 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 韧性 潜力 过去中国在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中 踏坡过坎 取得历史性成就 现在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足 回旋于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也不会变 我们有信心 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 世界带来新动力 新机遇 中国深入贯彻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更高 绿色橙色更浓 近年来 中国新能源汽车 笔电池 光伏产品 新三样 出口快速增长 即将启动的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将创造巨大的绿色市场机遇 我们将加快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为各类经营主体 共享发展成果 提供更好制度性保障 不断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释放更大发展空间 我们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已经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近期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本月下旬还将举办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进一步扩大开放 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和红利 中国正在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高标准经贸规则 积极推动加入两个协定进程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上个月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形成了458项成果 中国金融机构成立7800亿元人民币的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窗口 中外企业达成972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 这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为全球互联互通促进发展繁荣 注入强劲动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变 一视同仁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的政策不会变 我们将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 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将努力打破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改革 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同时推出更多暖心举措 优化外国人来华和停居流政策 逐利打通大家在华使用金融 医疗互联网支付等服务的读点 为外国工商界朋友来华投资新业提供更好保障 我想强调 中国经济克服挑战 稳步前行 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让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对于世界来说 这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也将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亚太工商界速来是亚太合作和全球发展的弄潮儿 希望大家弘扬 感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为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 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欢迎全球工商界 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 带来的巨大机遇 谢谢大家